香港轿获了来自非洲的近4吨的橡牙 有关官员说 这些橡牙的目的地是中国大陆 价值300多万美元 这是香港有史以来 规模最大的一宗橡牙走私案 这些橡牙被藏匿在 来自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货物当中 香港海军官员说 当局星期二首先在一个来自坦桑尼亚 布称装有废气胶料的货柜里面 查获了900多支橡牙和橡牙制品 第二天又再在一个来自肯尼亚的货柜里面 发现了200多支橡牙 有关当局已经逮捕了走私集团的几名涉案成员 其中包括一个香港人 非洲大仗数量近几十年来急剧下降 从20世纪中的数百万头下降到了目前的几十万头